今天来说转身掌 转身掌是八大墓掌里边的第六个掌法 它要求动作连贯清晰 这一掌它的动作范围比较大 所以我们需要把镜头拉远 现在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咱们从青龙探长墓室开始 七手架掌 汤泥布 先把身体的惯性带起来 然后闭门眼肘 后部的行部撩一 纸权插地 这块跟之前的指尖插地有个区别 上手穿 下手穿 注意变化 上手翻 下边这手也要向外翻 向腿的外侧 这里边有一个扑布的掰扣布 转体 然后扑布 大膀翻身 向倒的方向掰布 然后迎风斩袖 回身单撞掌 扑布的背身椰掌 走马活鞋 腋下藏花 红艳出裙 然后小胆衣 下面我来做一个连续的动作 这个就是转身掌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转身掌的思维 体现在两个成语上 第一个叫堵不如输 第二个叫物极必反 那么什么叫堵不如输呢 当我跟对方搭上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感觉着对方手的威胁 同时我还感觉对方腿也有威胁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先不急着阻挡对方的攻击 我先让对方把他的攻击意图展现出来 好 这个时候对方要踢腿了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方的大关节 比我手腕的小关节力量大 我不可能跟对方硬扛 这个时候就把对方疏倒开 刚才我们说的是堵不如输 现在我们来说物极必反 当我跟对方接触的时候 这个时候搭上手了 我感觉到对方没有用全力 对方还有周旋和变化的余地 但我不想让对方变化了 那怎么办 我就让对方在这个攻击轨迹上 把这张弓拉满 给对方加一个力 用单撞掌去攻击对方 这个就叫物极必反